來 這是文夏文老師 講他的希望 為什麼會辣 會辣辣 這種應該為長頭看一看 這個應該是辣椒有去煮到水 所以這個長頭 會辣辣有兩種 一種是沒到白 純粹是因為水太多去 那間出問題 所以他已經吃不到水 吃不到水 太多水 他表現出來沒空氣 沒空氣他表現出來就是會冷 會落空氣 然後就像是沒水那種情形 所以這第一是不是 先注意看看 是不是水分 太多 另外一種情形 說別人都不會跟你這幾張怪怪的 高音高音 你看那長頭的這個所在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個疫病 這因為在這個時間裡面 因為長比較後面 今年這個濕度 跨年這個時間 溫度比較高 如果是有遇到下雨 因為這辣椒本來是遇到一個 比較低溫的時候 它的耐受性就變壞 所以有可能 耐受性就比較壞 所以長頭那邊 會遇到這個疫病 有的說要疫病 不是人比較低溫度 沒有人跟你說 人比較低溫度 這水上 只要如果有落空 或是什麼 或是那種 途中的都有可能 這個疫病 這對著我們這個 切科的這個東西 疫病 這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你看那長頭就知道 那長頭如果有在那裡 糙糙糙糙 或是說有一個要打牌打牌的那種 這個 不用去看打牌裡面的暖氣 那暖氣可能長頭就脫了 所以看那長頭那裡 那是 那個皮不太正常 大家就已經中了 所以你要灌過這種疫病的解決 這判斷我們看看 那麼還有一種情形是這個 太過頭冬 冬到真正是動不了 它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 會出現這種落魚鵝的現象 但是你這個看起來應該不是 那有個好朋友說 我們這位好朋友說 為什麼這是不是 這個魚鵝還有紅 還是什麼樣是不是會到這個 黃葉尾雕病 辣椒也是會 有這個感冒比較嚴重 我覺得有一個黃葉尾雕 黃色尾雕病 那這通常 這種黃葉尾雕病 就是聯邦進來把他這個 引起的 他可能是 一圍會會黃去 會比較煩黃 所以 會騎高病 但是你這應該不是 因為他這個東西 他不太會 不太會掉葉子 他會連連 他還要刺牌的時候 他效果又不會落 所以這不是這個黃葉尾雕 所以我覺得你這應該是 一張頭出問題 是不是有去 比如說 喝水 貧貴高病 比如說 隔壁 隔壁 你送 一個 怕你 怕你 怎麼 你開水 還是什麼 那裡乾 然後去開水 開下去 沒有啦 我真實在說 說的不是這個 意思是說 他是不是水分 管理有一個出問題 這個第一個你先知道 他不可以堵到水 這堵 堵水 已經冷 已經就堵不住 你還要把他堵水 這個 很會死 所以 要稍微注意一下 辣椒 但是 更大的問題 應該是 因為這個 這個疫病 裡面 有的人說 那個 熱人 沒有 沒有熱人 這個事情 你千萬不要去看 因為這個 這個疫病 他只要濕度高 的時候 整個天 在臺灣 整個天 如果有一點 濕度 尤其對辣椒來說 低於25度 的時候 這個溫度 如果越低 他發病又越嚴重 因為他抗性不好 我們說 他如果這個 溫度比較高 他25度 28度 他很適合 他生中 如果有一點濕 他生中好 他抗病性 所以 如果 他可能最主要是 要吸 要有夠 有夠 想過頭 所以這個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 如果水 不是溫度 還是說 我們那個地方 有時候 不是我們固定的 變成說 我們比較黏 人家你不注意 小姐不注意 想過頭 想過頭 他就很容易 到這個疫病 到疫病 他就讓我們落後 稍微有時候 超大 超大 會黏黏 水水 更嚴重 因為 尾管數 突然沒有 這個作用 他就 開始落後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看得出來 張頭 那隻有張頭 那隻有張頭 那隻是不是有破壞破壞 這是我們在看一個 最簡單 最簡單 最這個 算 最看清楚的一個 這個地方 你如果摸下去皮 就落去 大概 大概就沒辦法 所以要注意一下 有人說 是怎麼 今年這種運動 跳管跳過 跳管跳過 那 這個辣椒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大 很大的 這個條件 那麼問題 比較多 如果你們去沾到水 還是說我們喝水的時候 不是沖到沾滾滾 這有可能 他就去丟這個疫病 這讓你稍微知道一下